大家好,我是二杰,今天买了三根排骨 今天用排骨给大家分享一个懒人蒸饭的做法 接下来把排骨给剁一下 放入大碗中 接下来切一下配菜 准备一个胡萝卜,先给它切扣片 改刀切成条 最后切成胡萝卜丁 装入盘中,准备一根黄瓜 同样的方法切厚片 黄瓜切小丁 装入盘中,香菇 香菇切丁 装入盘中,几皮的土豆,切厚片 切条之后,改刀切成丁 放入清水中,防止氧化变黑 凉水下锅,将排骨焯一下 加入姜片 适量料酒去腥 开大火烧开 锅已经开锅了,开锅之后打去雪末 将排骨放入清水中,再给它冲洗一遍 底锅加入食用油 下入排骨 开小火将排骨煸香 炒至微微发黄,把它推在一边 下入葱姜 将葱姜炒香 将葱姜炒香 炒香之后下入配菜 继续煸炒一分钟 加入适量白糖提鲜 加入料酒去腥 加入适量生抽 少量的老抽上色 翻炒均匀 适量白胡椒粉 根据个人口味 加入食盐 少量蚝油 翻炒均匀 加入开水 好,关火 翻炒均匀 加入大米 加入清水 将大米桃洗干净 将炒好的排骨倒入大米中 放入电饭堡 盖好盖子 按功能键 普通煮饭键 煸道已经跳炸了 我们打开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 太香了 一大锅 做好的饭 给它拌匀 做好的米饭 撒出量的小葱 这道好吃的懒人一锅出米饭就做好了 有肉有菜有主食 做法简单 喜欢赶紧收藏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